我先要感謝主任 還有麗娟 還有藝文中心的同仁 這一次那麼熱情的歡迎 然後我 其實我們 剛剛主任也有講 2012年的時候 我自己本身 然後跟其他三位 歐洲的古業演奏家 來到學校 那是第一次 2013年是第二次 另外一組大師 那今天很高興 又再度回到焦大來 我一直說焦大呢 是我們全國 在大學裡面 推廣藝文教育的龍頭 我想大家應該感到很驕傲 你們有這樣的機會 去接觸 那麼多的藝文活動 因為呢 這些藝文活動 可能將來就是陪伴你 在你們一生當中 在你們的career career怎麼說 中文 你們的職業生涯當中 會一直陪伴著你 可能你們都是 那高科技的人才 但是你們都不是藝文的專業 可能不是藝文的專業 但是這些很美的東西 會一直陪伴著你的一生 而且會影響你很多 我希望是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 今天很高興 Miliam呢 可以來為我們做很多的 古提琴的示範 那現在呢 我先不要多說 第一個 我們先來聽一下 我們先聽一下 然後我們開始 我會做很多的講解 從古提琴的最早的淵源 一直講到 它的結束的 它的一生 整個古提琴的一生 好 那我們現在以掌聲 來歡迎Miliam為我們演出這一首 他現在要為我們演出的 這一首曲子呢 叫做Pelieu Arpeggio 那Pelieu就是序曲的意思 Arpeggio是爬音的意思 是一位作曲家叫做阿貝爾 阿貝爾 這位作曲家 他是等一下我們會提到他 我就先不要講太多 那爬音的意思呢 就是爬樓梯 你們都會爬樓梯 那就是和聲呢 和聲的意思就是 Domiso Re Fala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它有很多組對不對 可以Domiso Re Fala Dofala 這樣子的和聲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和聲 組成的一個曲子 就像爬樓梯 Domiso叫像爬樓梯一樣 那我們就看 我們來聽看看說 那麼棒的作曲家 他是怎麼樣把不同的音 組合弦 把它組合成一首非常動人的曲子 謝謝 OK 他說那個 它說那個 他說那個最後那一排的人 前面那麼多位置好可惜喔 等30秒 等30秒趕快用跑的 最後一排有沒有人要到前面來做 好我們等30秒用跑的 趕快往前 OK 前面呢很可惜啊 對啊好可惜喔 這邊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2 2 4 5 6 6個位置 因為他喔 他很喜歡你們接近他耶 所以你們不要害羞 他跟你們的年齡差不多喔 OK 麗莉亞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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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是叫做Viola 那意大利文是叫Viola da Gamba 每一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那维奥尔琴比较接近 或者有人说把它叫做西上提琴 很多种方法 那我这边要解释就是说 为什么我不要把它叫做古提琴呢 因为它跟提琴家族是完全不同的家族 那提琴呢 提琴就是小提琴 大提琴 这个叫做提琴家族 那如果我们把它叫做古提琴 是不是跟提琴有点会混淆 我比较担心这一点 一般民众会觉得说 那个就是提琴家族 所以可能有这一点顾虑 不过我今天还是用统一名称 把它称为古提琴 比较简单 那现在我们要看到 这张图画是15世纪 在西班牙的一个图 这个应该是算是最早 我们现在目前能找到的一张图 就是这个乐器的祖先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乐器 这一个乐器呢 叫做Vivella Vivella de Arco Arco的意思呢 就是弓弦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用弓来拉奏 另外一个呢 是Vivella de Mano 那Mano的意思就是手的意思 意大利文 Mano就是手的意思 那就是用手拨 来拨咒乐器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你看起来很像吉他 而它是一个鲁特琴的祖先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用这两种方式来 来区别乐器 这两个大概就是 那个时候的祖先 就是一开始 创作的这样子的乐器 我们目前可以找到的 我现在你会发现 这一场讲说 我可能会常常讲到说 可能或是我们大概认为 也就是说 这些那么古老的东西 我们没有 那个时候没有 很多是没有文献留下来的 或者是说 没有CD唱片录影带 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 是用一种研究的方式 去断定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不能说是百分之百 好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发现 它有很多不同的大小 这个 Viola的Arco 这个乐器 当时呢 15世纪的时候 在意大利呢 它是比较属于伴奏 声乐 独唱者 就像我们现在 常常唱歌 然后有一个吉他伴奏 就是这样子的模式 是属于这样的模式 那后来呢 有一些意大利演奏家 他们呢 就到别的国家去 被那些王公贵族聘雇 那当时呢 有一些意大利演奏家呢 到了英国去 那那个时候 就开始慢慢发展成 不同 就是 我现在讲可能就是 讲比较多的术语 但是我会做解释 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都不是音乐 比较不是音乐系的学生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有文艺复兴这个时期 那文艺复兴这个时期呢 那个时候是属于复音音乐 复音乐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说有不同声部组合起来 你们都听过唱歌的 有高音 中音 低音 南低音 对不对 那比如说四个五个一起唱歌 这个就是一组唱歌的 那文艺复兴那个时期呢 这个音乐是非常重要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音乐 不是和声音乐 而是就是复音音乐 那这些那个 后来开始转变到 这个乐器呢 就是比较多去伴奏唱歌的 那因为唱歌的有很多声部 所以它也需要有很多声部 来伴奏唱歌的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发展 发展成有不同大小的乐器 那你们现在看到那个比较大的 越大声音越低 因为那个弦乐长 弦长的话声音就比较低 比较小的呢声音就比较高 你们应该有机会 在台湾蛮多那个目的 可能大概比较多常见的就是目的 你们应该有机会去听到目的合奏 目的合奏也是有高音目的 中音目的 低音目的 一样的 就是那个时期是这样子 属于一个合奏的形式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呢 我们发现说它的外表形状 非常的不一样 跟刚刚迷恋拉的提琴也不太一样 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外表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自行师还是有很多的 fantasy 很多的创意 那个时候没有确定说一定是要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之后呢 在很多地方 像现在博物馆 你们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去的话 欧洲有很多很大的音乐博物馆 你们会发现它那个时候的长相 很不一样 有不同形状的乐器 我们在这一边的设计 中心里的设计 这里的设计